这些有关钱能生钱的知识点 想不想了解一下 什么是金融 有人说金融就是把钱放到最应该放的地方 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也有人说金融就是通过管理风险的方式 对资金进行配置 还有人说金融就是货币流通 你看一个小小的金融概念 就能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理解 那大家说的都对吗 其实啊说的都没错 但是不全面 要想了解金融 你得知道金融的本质 第一个金融体现的是一种时间价值 比如说利率就是一种典型的时间价值 你存一年前就能得到一年的存款利息 贷一年的款就要支付一年的贷款利息 金融的另一个本质是风险的价值 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那就会存在风险 而金融就是要讨论辩认和控制风险 这其中控制风险最重要 您想呀 多挣点少挣点也就罢了 万一弄不好 把本钱都搭进去了一大半 那可就真的划不来了 风险控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各种各样的金融合约 比如存款 贷款 股票 债权等等 其实啊 就都是经过严格风险测算之后 形成的金融合约 那啥又是金融机构呢 很简单 金融机构分两种 一种呢 是咱们天天接触的各种商业银行 还有一种就是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等等 这两类机构还是有区别的 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主要是存款贷款 资金需求方和资金提供方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 所以叫间接融资机构 相反 对于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来说 它们主要是为资金需求方发行债券 股票等金融产品 按照市场规则 资金提供方与需求方直接发生关系 所以这类机构称之为直接融资机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解释说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 但是我们的方向向直接融资方向过多 发展直接融资 发展资本市场 就成了这样一个推动金融结构 向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化的重要手段 从这意义上来说 资本上的发展就变成了一个金融改革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钱可能生钱 也可能亏钱 把握好这些金融的基本知识 让你的财富不断增值吧 央视财经威奖堂 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那是